HELLO 大家好,我是She Yee 我的Youtube Channel就是Snow Yee 我的Youtube Channel由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做一些比較LIFESTYLE的分享 然後慢慢發展成為瘦身、減肥的分享 不說你不知道 我之前曾經最肥的時候130多磅 自己研發一些餐單 我覺得爆起上來就是由那條影片開始 因為那個餐單真的很多人都實測過 是3天最多可以減到差不多7至8磅 而且是非常爆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看那條影片 然後再做一些這些其實都算是真人實測 慢慢發展成這個Channel的定位 很多都是真人實測的影片 大致上都是我的Channel的一個方向 好,回答這條問題之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任何一些報道 其實我除了本身是一個Youtuber之外 本身也有很多不同的商業 有很多家不同的公司 其實拍Youtube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公司 那時候還沒開那麼多公司 那時候是純粹分享自己的生活 化妝、美容的東西而已 那麼慢慢其實當初我們拍一些影片的時候 那個方向都沒有想著說要賺什麼錢 要做些什麼的 是方便我 我就是想Ultimate的Purpose 就是方便我自己做生意 因為如果當你… 因為其實香港做生意只有兩件事而已 要不就是舖租,要不就是宣傳 那你舖租的話你無可避免 但是如果你自己都是一個宣傳頻道的話 那即使你將來有什麼行業 如果你預算不夠 你也可以經過你自己去幫自己去宣傳 那時候的心是這樣想的 剛剛開始那時候 慢慢就開始發展到這樣 我記得那時候剛剛拍片的時候 都是拿著一些傻瓜機 自己對著來拍的 其實都是 那現在慢慢發展到現在 有自己的crew 有自己的團隊 這樣了 那其實我開了我的會員頻道 都是大概… 我忘記了已經是兩個月剩三個月了 好了 那我的會員頻道就有兩個level 那一個就是20塊的level 20塊的level就是我的乾弟弟和乾妹 那60塊的level就是我的大乾爹 大乾爹就是在台灣的用語而言 就是說我們專櫃的客戶 這條片的sponsor 又或者是你的… 好像你的sugar daddy 這樣的意思 這個就是大乾爹的意思 那源於怎樣會想到這兩個等級呢 就是這兩個等級給別人的感覺 就是好像一個family 好像很close 好像跟我會有多些bonding 那樣的感覺 為什麼我的會員頻道會用這兩個名字呢 其實除了說bonding會比較tight 好像自己的family 之外呢 還會是… 因為我之前這則新聞都上了C一頭條的了 就是我之前就買了一個屋子 給我媽媽 那很多人那時候都留了就說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可能她說雪姨我不想努力了 那大家都很想呢 每一次在頻道影片呢 首播之前呢 那大家不可以開始留言的 在check room那裡 大家都說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可不可以做你乾妹乾弟弟 那that's why呢 我們才會想 不如20元就叫這件事呢 但如果你給60元的話呢 那你就是我的sugar daddy 就我要聽你話的了 那就是just for fun 那這個就是我會員頻道的定位啦 那獎勵方面呢 跟很多的youtuber一樣啦 那20元的級別的話呢 那就是會有一些 你留言的時候 有些專屬的sticker 你每個月如果我有的live 因為我所有的youtubelive 都不留底的 除了client的youtube live 就是除了那條youtube live 是有個商業的合作在裡面 那我就唯有要留底啦 但是所有cheat check的youtube live 都不留底的 那如果你是入了 無論是乾弟弟妹的一個level 或者是大乾爹的level 都可以去重溫我的youtube live 另外呢 如果你是大乾爹級別 除了講過上述的優惠 獎勵之外呢 還可以進入一個很private的teacher group 這個telegram的group來講呢 就會將那個月份 因為其實是好像逐會一樣的 你每個月給60元的 好像25號字數 記得 每個月25號呢 我們就會開一個新的telegram的group 那麽就要確定這一堆人 都是真的有交到的會費 然後呢 就是一個例如2月份的大乾爹group 3月份的大乾爹group 那進來的group有些什麼好處呢 那這個好處呢 就是除了我很多時候都會在裡面 去跟大家chick check 聊聊天之外呢 有些什麼特別的優惠呢 因為我每個星期日 晚上11點鐘呢 都會在Instagram那裡有個live的 那live呢都挺active的 那我有時都會帶一些優惠給大家的 那很多時候呢 如果是一些很限量的優惠啊 或者一些客戶的一些合作啊 或者是頭50份 那是低過半家的 那我可以先給了大乾爹group 那問他們有沒有興趣啦 那所有的priority呢 就是讓他們先走 另外呢 那我們很多時候呢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 因為我始終都是做一些 Beauty 啊 Skincare 啊 或者是lifestyle的東西 那我們有時呢 不多不少都會有些seating的 那甚至是我自己啦 我身邊的同事 我家人都用不完的 那我們呢 就會有每個月 不定期的 其實這個就 那有些seating 就會送一些禮物給他們 那現在呢 我們的Telegram的group 發展得都挺成熟的了 那這個group呢 每一個區都有一些小班長 可能東區的小班長 可能大西北有個小班長 那這個小班長呢 就是會幫我們呢 去distribute一些禮物啊 優惠券啊 coupon啊 給那區的一些大乾爹的 就是都裝了大乾爹的member 那小班長呢 都是自己自動去 想他們 就是告訴你 有這個program啦 那有沒有人想申請啊 都是他們 其實都是一些中份來的 那他們去申請啦 想幫你做多些東西啦 那如果做小班長的呢 那我們也有個小獎禮給他們的 那可能都是會有個小禮物仔 送給他們的那樣子 那這一個呢 就是我的youtube channel 的一些獎勵和定位啦 剛剛我們開始呢 打算去設置一個 叫做會員頻道那時候呢 我們之前呢 我們剛才說過啦 那我們在instagram的live那裡 都會有很多 就是每個星期都會跟他們討論的嘛 我預先都問他們 如果我的youtube開頻道 大家覺得怎樣啊 好不好啊 大家會有商有糧啊 一些優惠是怎樣啊 定價是怎樣啊 因為我看回呢 有很多人呢 就是有很多youtuber 開這些channel 其實最貴每個月呢 幾百元都會有的 但是我們呢 就自在 就是其實我們自己賺錢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啦 但是只不過是我們的定位呢 都算是便宜的 20元啦 還有60元兩個啦 那如果真是很喜歡我的人啦 想經常跟我來一個 很緊密的接觸 一個chit chat的時候呢 那通常都會給60元 進去一個telegram的那裡呢 就可以跟我每個人在那裡 就是聊天啊 就算我不在這裡 我沒有空 他們自己也會聊天的 我自己宣傳呢 都會在我自己的instagram那裡 宣傳這個會員頻道啦 如果大家想開始你的會員頻道的話 但是又不知道怎樣開始啊 那或者又有沒有什麼advice呢 那都有三點呢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的 第一點呢 就是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你的work load會增加了很多啦 因為其實你想一下 因為我有private的telegram 一個group 就變成你每個月 臨月尾的時候 要去對回每一個人啦 要去對回每一個真正去配合了 要去cap screen給你看啦 就是中間很多admine的一些role 就是admine的一些task 你要去完成啦 然後就要想一下 去怎樣in to act with他們啊 那所以就要有一個 你的work load會增加重了的心理準備啦 又或者你可以請一些小幫手 去幫你處理一些很繁瑣的 這些admine的task啦 第二個建議呢就是你開會員頻道之前 你要想定你每個月 譬如你會做多少次的youtube live 因為他們可以看拉的樓底 又或者是會不會特別有些片 一些平時你影片 平時我們一條影片 大概會是十分鐘左右 當時我們可能會拍了兩小時的 有些位置很好笑的 你沒有剪下去的 你會不會是可以給會員 額外看到一些 只是會員頻道可以看到的影片呢 因為我自己也會有這樣做的 那如果是的話呢 你就要開始準備啦 去plan啦 還有你要想定 如果你真的好像我一樣 會有一個telegram的group的話呢 你要怎樣跟他們interact啦 還有整個bonding會是怎樣的呢 你想跟他們保持一個很緊密的接觸 又或者是保持一定的距離 只要怎樣呢 你要想清楚你的方向咯 對了 那第三點的建議呢 就是你要對他們負責任 就是這個會員頻道在我來說 我知道很多youtuber 創作者 他每個月可能剪多一條片給他們 那就OK啦就算啦 但是在我眼中呢 他們除了20元或者60元之外呢 我想跟他們會有多些緊密的接觸 因為呢 其實他們肯給得60元的呢 又或者是肯給得20元呢 都是一個中份來的啦 那他們這麼喜歡你 在這個疫情底下 在這個經濟底下 都願意用一個小量的金錢去support你啦 那你又可以給些什麼connection他們呢 給些什麼的回饋他們呢 例如你是投資類的 你會不會分享一下你的投資啊 剩怎樣的啊 我覺得三樣準備 第一件事我們講清楚啦 第一件事呢 就是有個心理準備 那個work load會加重了啦 第二件事呢 就是你會員頻道的方向啦 你是打算整個plan是怎樣的呢 你每個月extra要給他們多些什麼 可以鞏固這班人跟你那個connection啦 那我自己覺得呢就是 你看一下你會付出多少啦 因為很多人呢 想著開個會員頻道就是 أو你會有什麼東西呢 你呢 我知道人總會有些不開心的時刻 但我們作為一個內容創作者 你帶給的觀眾都是一些很正面、很開心、很歡樂的態度 你能不能夠做到一個 living proof 告訴他們你想送多一些正能量給他們 你從你平時的言語和他們的分享 你又能做到嗎 第三點就是要想定你可以發出什麼訊息給他們 因為每一件事都在環環緊扣 會導致你的頻道成功或是很普通地做 或是大家每個月的bonding都是很深的 在開會員頻道之前 我就建議這幾點就要想定了 在我自己的頻道每逢星期四晚上8點半都一定會出片 而這條片大部分都是一些合作片 我自己就是每個星期一條合作片 然後再加多一條一至兩條 盡量兩條的一些是自己的content 我自己的影片有幾個不同的類型 第一就是真人實測系列 第二就是真人實測的銷錢系列 第三就是一個叫雪衣大搜查 怎樣跟品牌去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 就是首先你要解釋給品牌你自己的定位 而因為在品牌的立場 他們都是在品牌跟你聯絡那個人 其實他都是打份工的而已 那他就是想給了這塊錢你 他就想把最多的product information 你讀出來就可以了 其實是真的不可以這樣 因為要跟回你自己的人切 在youtube上面 還有你跟回你自己的風格 要解釋給他聽 不如你自己之前一定有些實例 就是譬如你整條影片被他按住來砌 那出來可能只有三萬view 四萬view 那你都不想的嘛 大家花了這麼多心思 做了這條影片出來 也都沒有什麼view 因為實在太黑色了 但反而我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其實是每一個品牌 基本上下面的人都很期待 究竟哪一個位置可以直入到廣告呢 那究竟是用什麼方式呢 因為其實我的廣告 如果是直入 就非常之硬地直入了 例如是 例如是 好像現在這樣說 我突然間就拿出來的了 那樣東西是 那我就喜歡明刀明槍的 那這個也是我的一個比較搞笑的Style 那你看到下面的留言都是說 我看其他人的廣告 看到很想按走它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看你的廣告 都想看到下去 因為實在太精彩了 因為我們廣告片是更加要用心拍 拍得第一 令客人滿意 第二就是觀眾滿意 所以我覺得 我在這方面的關係都拿捏得不錯 但第一 我就覺得 你應該要自己 要主動跟品牌去溝通 你自己的Style是怎樣的 看看他們能否接受 現在在這個市場 很多品牌找你做宣傳的話 其實最重要都是要翻數的 通常你在Description box 都會有一些Swap up link 可能有一些買東西的link 那你之後 你可能要在Story上幫他 再推動一下 那因為我自己覺得 就是品牌花了那塊錢 那他也就了你的Style 去將他的產品 用你的Style去分享給讀者 那我覺得你真的有責任 是令到他希望盡你的能力 去幫他回到數 那如果他回到數 他回到數就自然有Budget 那就再找你合作 那我就覺得 這個是Women Situation的 我覺得最重要一點 就是跟他們開展一個很緊密的關係之前 就是要先跟他們好好地溝通 告訴他們你的Style是怎樣的 通常你說的Product 大概是一分鐘 一至兩分鐘 會在哪個位置進行 通常你會寫Storyboard給他們 等他們批完之後 就才會再拍攝 這個就是我的建議 這個就是我的建議 首先我們要說一下 就是 As a Content Curator 你想一下 我剛才說過 每個星期 每個月你當你有四條的合作片 那你又要拍四至六條的一些不同的你自己的內容 那就是說一個月有十條片 一個月就有三十天 平均你三天就要出一條片了 就是我自己覺得就真的你要很喜歡這一行 就是你要對你的人會不會想有不同的平台 去到分享你自己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跟別人分享你自己的Point of View 你自己的人生 你的座右銘 你的看法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做一些Workshop 或者是你應該想定 其實你個人喜不喜歡Public Speaking 有些人做Content 做Video 他是真的喜歡做某一類型的Content 比如打機的 就只喜歡做打機 但是我自己就喜歡做一些比較上有話題性的 是真人的實測 是我自己的實測 其實你想想別人看片 其實都是想娛樂的 那十分鐘是不是 那很多時候各自的生活都有各自的困難 的困境 那你怎樣 譬如我們做一些真人實測消遷系列 從來我們都不會覺得 有人會覺得我們是懸吐的 是因為我們的Angle就是 我代你們去Experience 我代你們去買 就是代你們去體驗 究竟這麼貴的東西買回來是怎樣的呢 或者我們住總統套房 體驗一下原來是怎樣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一般人不會是 那麼多機會去住到 十萬元一晚的總統套房 那我們就去幫他完成 他看完之後就看了當去了 尤其是現在在疫情下 都沒什麼可以去旅行 那我覺得這些Content是挺有趣的 就是如果你想一下你的Content 是能夠引來社會的一個向好方面的話題性 又或者是帶到一些歡樂給人 其實我們收到很多的DM都會說 其實我有不開心 我有失戀 工作上很不如意 但每一次看到你的影片 我都覺得很欣慰 而且都會覺得開心 那其實只要有一個人是這樣感動過 這條片就值得做了 真的是 是真的用生命影響生命 那我覺得你慢慢越做越來 你就會知道你的影片 你的人是會有一定的影響力 然後去迫使你更加做 更多的Content出來給觀眾 那為什麼要成立 那麼熱衷去創建自己的公司 我之前在我的Live都分享過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人生 真的充充幾十年而已 我自己覺得是 其實真的轉眼就過了 那我們這幾十年裡面 其實時間是最公平的 無論有錢 無錢 什麼人都好 其實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 是你怎樣去運用這二十四小時出來 那當然很多人都說 我想買樓 我想賺錢 那其實除了這件事是你的目標之外 你還有什麼其他東西去追求 去追尋呢 那我自己來說 第一件事就是 是自己開心 那每個人的Hobby都不同 有些人是喜歡打籃球 有些人喜歡長棋 但是我自己是 你可以說我是一個Workaholic 但是我都真的喜歡做不同的生意 而那些生意是會令到我自己開心 是會真的會令到我整個人 是很有火 很熱衝 很想快點去完成 然後show成品給大家看 那至於你說那個business 賺不賺錢 在這個stage對我來說 不是說最重要的一環 當然他賺錢是最好 但是我覺得開心了 做一些自己沒有想過自己會做的事 挑戰自己 我覺得生命的價值 是在於你怎樣去享受這個生活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說 你現在有自己公司有錢 你當然可以這樣說 但你每天只是打一份工去生存 都對的 其實我都經歷過打一份工去生存 其實每人都經歷過 因為我小時候都不是一個富裕的家庭 我全都是八手興家的 其實幾樣東西 天時地利人和祭遇 還有你個人的性格影響命運是對的 因為那時候我讀心理學 都讀過就是性格影響命運 如果你的人是很正面的 很喜歡跟別人分享你的東西 很喜歡去開創你的事業 其實每個人因為你的性格 而你之後所取向走的每一條路都不同 這就是我小說的分享 就是我自己要令自己開心 所以我就去做這麼多不同的行業 以及去更加繼續做好自己的內容 我在Youtube的長遠目標 就是我希望越來越多人 訂閱我這個頻道 因為我看回後台的數據 好像看我的影片的人 都有成一半未訂閱 那就是說如果那半都訂閱了 那我就現在25萬訂閱 那我起碼多了12萬5 希望我的Youtube頻道 越來越多人訂閱 然後可以帶多一些更好的影片 然後可以帶多一些更好的能力 給大家 還有就算不要說到這麼遠大 大家看我的影片 輕鬆一下10分鐘 笑一笑 其實能夠哄到大家開心 都已經是贏了的了 其實已經是 尤其是在這麼艱難的時候 又疫情又經濟又不是特別好 所以我都更加會發掘一些新的 多一些不同的題材 好幸好我這麼說 就是以生命影響生命 去做多一些更加有趣 更加有趣的題材給大家 我Youtube裡面這麼多影片 我自己最喜歡的 反而是一條客人的影片 就是剛剛我的同事駕駛我 就是脫了公仔頭 因為如果大家眾所周知 我都很喜歡Brabbit Brabbit其實價錢也不便宜 可能從幾千至幾萬都有 他們有一個客戶 就是跟我的同事合好 然後合起來 然後就假裝整跌 假裝整爛了我的Brabbit 其實就是有另一個同事Echo 然後他再假裝跌 趁總之全單都是意外 我自己就覺得這條影片 拍出來是很好看的 因為這條Plan的影片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還有是很有心 你明白嗎 你會看到你的同事背後為你 你的Channel默默附出了 他們又前一晚通頂在Rehearsal 然後客戶又信任又配合 其實你想想那十分鐘的影片 這條影片是太好笑了 雖然一定爆發的 但是會不會爆發到他的產品的資料呢 其實是未必的 那可能自己會做到的 未必能翻到數 但是會做到brain awareness 那既然是這樣 那客戶都願意為這條影片付出 那我覺得每一件事都很感恩 都很感恩有一班那麼好 那麼團結那麼strong的團隊 去一起 因為很多人你會覺得打份工作算了 我能夠七八點下班我都會離開 你喜歡拍這條影片你便會拍 那可能拍下你用後感 食後的感覺是怎樣的 但是他們會為了這條影片 是都有一股衝勁 那為甚麼我這麼喜歡請一些 譬如Fresh Greg 一些比較 Yang的人 就是我喜歡 還有我欣賞他們那種魄力 還有那團火的起勁 那這條影片都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每一件事都很感恩 出到來的效果雖然我的樣子很壞 又哭了 整個人是那天拍攝時心情不好 但是狀態不好 但是出到來的那條影片 是我自己覺得很感動人心的 因為是下面很多留言都說 見到我哭他們都哭了 那就是我喜歡這條影片